在中国有1.1万座海岛 但唯有一座 尤其天赋异禀 备受瞩目 在中国 有34个神级行政区 也唯有一个 无数国人对它无比牵挂 却也无比陌生 它就是台湾 然而 从前的殖民者大肆掠夺 现在的分裂者阴谋祸乱 数百年来的分分合合 化作了两岸间无尽的乡愁 也逐渐模糊了台湾最初的底色 以至于到今天 当我们谈起台湾时 大多数人也很难回答 这片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土地 这片牵动无数人内心的土地 原本究竟是什么模样 又为何能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称为宝岛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我们将尝试用地理的视角 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首先 我们必须冲向云层之上 此时此刻 如果海拔3500米的高空 都被云层覆盖 那么你会发现 从青藏高原一带往东 除了秦陵主峰 整个中国东部将近数 隐匿在云层之下 只有东南方的台湾岛上 近50座高峰 异军突起 其中就包括海拔3952米的御山 它不仅是中国东部的最高峰 也是东亚东部的制高点 为何在一个陆地面积 不到全国0.4%的岛屿上 能耸立如此众多的高峰 答案就在这里 这条南北长约150公里 东西宽仅为5到7公里的 狭长谷地 人称台东纵谷 它是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 肉眼可见的分界线 而就在它的下方 隐藏着足以扭曲大地的力量 地表之下 两大板块短兵相接 西面的欧亚板块更是被深深撕裂 最终 它的一侧俯冲至菲律宾海板块之下 另一侧则覆盖在菲律宾海板块之上 很难想象 这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形成这样割裂扭曲的大地构造 而要重建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塑造 我们必须穿越一段广阔的时空 大约1800万年前 菲律宾海板块沿着西北方向 不断向欧亚板块移动 直到一场大碰撞正式上演 欧亚板块不断向下俯冲 巨大的摩擦力 在板块交界处刮起大量碎屑 逐渐堆积成海中的凸起 与此同时 碰撞的力量促使岩浆喷波而出 在海面上形成一个个弧形排列的岛屿 成为岛湖 而随着板块持续移动 这条岛湖也随之奔向欧亚板块 最终二者相撞 开启了一场宏大的造山运动 原本隐藏在海底的凸起 受到挤压不断浓身 最终迫海而出 形成四条近乎平行的褶皱山脉 成为纵贯南北的岛屿伎俩 而原本散落在海面上的火山岛 也逐渐拼贴到欧亚板块边缘 形成海岸山脉 板块拼合之处 就是今天的台东纵谷 但两大板块的较量 并未就此演起西谷 在岛屿东北部 菲律宾海板块 浮冲至被撕裂的欧亚板块之下 随之沿浆喷发而出 陆地上的鸡龙 大屯等火山群 海面上的龟山岛等岛屿 悉数形成 经过这样一番塑造 台湾岛就此诞生 它的西部可连接大陆 东部可进入深海 而在更广阔的视角下 台湾更是连接 整个西太平洋岛湖的终点 堪称是我国的东南之所悦 树神之屏障 而此时的台湾岛上 五大山脉依此排开 已是群山璀璨 最北方的雪山山脉 虽地处温暖的亚热带 冬季时却依然白雪挨挨 最宽广的中央山脉 几乎贯穿全岛 上是崖壁高耸 下是白浪淘天 在它西侧 是拥有最高海拔的玉山山脉 和家喻户晓的阿里山山脉 东侧则是镇守暗线的海岸山脉 而在台湾岛外又有一众小岛 如众星捧月一般 拱卫着群山 纵观中国 西部地区高山长幼 而四海太远 东部地区四海长陵 却多丘陵少重山 围在台湾一岛 当雄伟的高山 四海的水汽都汇聚于此 必将开启一轮新的塑造 在台湾岛东北部的一处山地 曾有8409毫米的年降水量记录 超过两层楼高 这就是曾为中国羽集的火烧辽 事实上 台湾这是我国年均降水量最多的省份 每年900亿吨降水从空中倾泻而下 相当于1.6个黄河的年径流量 而要形成如此之多的降水 必然要有充足的水汽来源 每当夏季 一支来自南半球的气流穿越迟道 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发生偏转 成为西南季风 为台湾带来南海等地的水汽 到了冬季 发源于欧亚大陆的西北风 偏折后成为东北季风 又给台湾带来东海等地的水汽 此外 台湾恰好处于众多台风的行径路线之上 平均每年都有3-4次台风很早过境 季风 台风 注意登陵 又被高山拦腰阻隔 这让台湾的大部分地区 一年中有100多天都是阴雨连绵 更有甚时 季风和台风还会强强联手 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例如 2021年8月 卢壁台风过境时 就将西南季风卷入台风涡旋 短短48小时 局部地区的降水量 就达到了北京两年的总和 如此丰沛的降水落在地表 汇聚成河 尽管岛屿面积限制了河流长度 但河流水量依然十分惊人 长度最长浊水溪 也不过区区186公里 但年近流量却能达到 黄河的11分之一 这些河流从高山之上奔流而下 大多以纵贯南北的山脉为界 向东西方向流淌 沿途在山间跌落断崖 切割峡谷 有的还汇聚成大大小小的湖泊 最终它们冲出山区 形成一个个冲击扇 继而形成广袤的冲击平原 尤其在山脉西部 一众平原 盆地 连片斩布 不仅土壤肥沃 盛产甘蔗 稻米和水果 也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 省辉台北 历史古城台南 第一大港口高雄等都坐落在这里 而当河流继续蜿蜒 来到陆地尽头 又将裹挟的历史泥沙 堆积成沙洲 沙坝 甚至将海水截断 围成细湖 成为得天独厚的渔场和海港 不过 纵使汇入了海洋 这些奔腾的河流 也没有结束它们的使命 在太阳的照射下 它们又将化作水汽 从海面上升起 再次汇入四海的风 成为降雨 成为溪流 滋润着这片土地 而这万千气象 又将吸引万千森林 构筑家园 从而赋予这座岛屿新的意义 在这座岛屿和海水的交界处 是超过一千公里的海岸线 其中 西部是因河流冲击形成的沙岸 东部则是落差数百年峭壁 北部的岩石因海水侵蚀变得曲折 南部的珊瑚礁碎屑 则堆积成明亮的白沙滩 这些形态各异的海岸带 也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人 而在岛屿之上 山脚到山顶的巨大高差 提供了生命繁荣的条件 接近四千米的高差 制造了超过二十摄氏度的温度差异 这让热带到寒带的气候环境 被压缩在翼山之上 形成垂直自然带 海拔最低处 生长着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 寄雨林 以高大的榕数最为典型 而当海拔向上至三千米 你眼前的植被 将从中年成立的 压热带阔夜林 逐渐过渡为 冷峻挺拔的温带真夜林 而这里最古老的台湾红柜 树林超过三千年 相当于出生在西州初期 当海拔抵达三千米以上 强风和高寒环境 也不再适合树木生存 只剩裸露的岩石 和低矮的草变 从平原到高山 让南北不到四百公里的台湾岛 浓缩了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植被差异 与此同时 动物也在四季向这里迁徙 而在岛屿和大陆间 正好诞生了一座桥梁 那就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平均深度六十米 当冰气来临时 海平面最多可下车一百五十米 台湾海峡大部分便会出路地表 成为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桥梁 于是 剑齿象 犀牛 麋鹿等动物 成为开疆拓土的前锋 纷纷向岛上迁徙 直到冰气结束 气候转暖 随着海平面上升 海峡又重新隔开大陆和岛屿 就在这样反复的连接和隔绝下 岛屿上的生物逐渐走上了独立演化的岛屿 成为台湾的特有生物 包括全身灰色的台湾猕猴 穿着威领的台湾黑熊 长尾的台湾蓝雀 华丽的宽尾凤蝶等等 时至今日 台湾超过四万种的动物种 本土特有种占22% 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岛屿生态系统 当然 渡过台湾海峡而来的还有人类 史前时期 一批鲜民通过大陆桥或航海到达台湾 成为这里的第一个族群 从那之后 先后有来自福建 漳州 泉州等地的闽南人 来自广东 福建等地的客家人 抵达这里 带来了汉文化和农耕文明 而最近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 便是70多年前 随着国民党退治台湾 130万大陆移民来到这里 成为这座岛屿上的第四个族群 今天你会发现 尽管两岸分隔70多年 但这里的语言依然是闽南话 客家话和普通话的融合 这里的信仰依然是海神妈祖 观音菩萨等元乡神明 这里的文化依然是崇尚 宗教礼仪的中华传统 而遍布街头巷尾的美食 音乐和文学 也传递着和大陆一样的口味 一样的风情 今天尽管两岸分隔70多年 但我们依然对这片土地魂牵梦影 它是一座高山之岛 海拔之高让东亚地区一众岛屿望尘莫及 它是一座万水之岛 四面的海 八方的风 让大洋的水汽终年照付 而数百万年以来 无数生命跨越大海 在岛屿上繁衍深息 又让它成为一座众生之岛 大自然给了它 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 一代代人又赋予它 无尽的思念和情怀 最终让它成为一座真正的宝岛 一座十四亿人的宝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